大家好,我是桃里拌水培养的国兰 开了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今天准备给它下花 下花之前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状态 这盆是环球河顶 你看,这大概两个多星期过去了 它的状态还是挺好的 而且这个花杆还挺高的 今年那个春花条件还不错 所以它还长得挺高的 下花的话最好用这种剪刀 然后刀润的话消毒一下 我这个已经用打火机给它烧过了 所以的话就差不多在这个地方 给它一刀就剪下来了 剪下来这个花瓶还不错 所以还可以再插在这么一个小的瓶子里面继续欣赏 我这瓶子里面已经有一些剪下的果兰了 这是那个融藏树 以及那个锡绳梅 锡绳梅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基本上都快快掉下了 把这个环球河顶给它插进去 看不错吧 然后另外一颗的话是蝶花胡蕾 这个胡蕾也是春花的很不错的 你看都出价了 花感特别高 而且它有那个两朵花 这一朵是比较早一点开的 放在灯光下面 光线好一点 后面这一朵是开的晚一点 但是也拔的比较高了 这是一杆双花 跟那个刚才那个环球河顶一样 也都是那个一杆双花 所以这里给它打 OK 早一点下花的话 让它早一点进入 那个营养生长阶段 这样可以那个 促进它早点那个发新芽 好了 这就拍一个小小的视频 让大家看看 我是怎么给春兰下花的 顺便让大家看一下 我今年的这个春兰 环球河顶和湖垒的那个开品 就到这里了 再见 谢谢大家